新闻收拾的关心的是 该官政府为感谢各厢定区 清洁人员的整年趟天辛苦 准备一年三天在各厢定区 分区基盤到年中的餐会 当时标用44名的 模范清洁人员 管理中关系上 先设计标用3区 10名下中的人员 经期不好 该官政府今年不基盤年中 设计一期行买的单位 就是辛苦的清洁队 该官政府从今天开始 一年三天分区来 为清洁队基盤到年中参会 最后是率先在梅山厅来订阅 为来自梅山 中博 番楼 地区 大宝 和阿里山 六兄弟 百万名的清洁队员 为了一年的辛劳 所有的工作有很紧张 一个办公室找人员 但是跟番保人员 一年365天都很忙 尤其是在过年时 应该休三天 找他到找三天而已 每天都出来了 整个城区回来都黑漫 但是他们今天整个地方 都会让我们的道路 环境很清晰 所以我觉得他们这是 让我们的地方清晰 上街为台环保英雄 今年环保教总共三十家议官 四十四名无凡清洁队人员 上后华东市率先表较三区 十名血匠人员 由管党电话关亲自来办法 团队是 滴贤匠 简瓶水 陈吉桐 曾永田 专保匠 许清瑞 林宏毅 拱立立 施文镇 文森兄 吴国锋 环土兄 陈显堂 阿里山兄 潘信安 丁朗 最主要我们要感谢他们 在一年来 大家为了我们的环境卫生 大家都在尽心 过去做管理时代 就推动清洁比赛 现在这个绩效非常的好 现在不只是清洁人员 大家非常用心的 维护环境的卫生 连社区的人员 大家都一起来 所以现在改变 环境都改变 感受就改变 越来越清晰 包括理化委员丹明文 环三兄 中老航文 顶人也都来打热烈 来向清洁队员来抵 李冠州电话关标时 清洁队是给家里清晰的影响 包括过年期间 只有效果冲车一到车三 车时就要开始来为民族博物 是非常的辛苦 在另外两条岁没充分 预充在30号31号两日 在六草新港兄来订队 西新新闻打开发 环三兄 蔡翁博德 西新闻